一个是国家安全 一个是选举制度 中央在对这些问题上 是十分慎重的 经过了深入的研究 全面的分析 过程中间 包括国安法 包括这一次的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 这个过程中间 深入论证和研究过程中间 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 包括香港特区政府 主要官员的意见 而且是反复提 香港的金融中心 是香港的骄傲 是香港的优势 不能削弱 只能加强 国家会全力以赴的支持 香港金融中心的发展 国家会全力支持 香港创客中心的发展 祖国的发展 国家的发展 融入以后 香港既可以 发挥自己的优势 在融入国家发展中间 在为中华民主伟大复兴的竞争中间 做出贡献 同时向他自身 得到了飞跃的发展 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快来订阅通知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